美国是中共武力犯台的帮凶 这个好像是假议题 就是不存在的议题 那中共有没有能力武力犯台 会不会犯台 什么时候犯台 都是变数 但是不管怎么样 美国怎么可能是帮凶吗 美国一定是站在台湾这一边 像美国很讨厌中共 当然不一定讨厌中国 就讨厌中共 怎么样也不可能是帮凶 最多就是袖手旁观 最坏就是不管 要帮一定是帮台湾 怎么会帮中共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要弄这个标题呢 就从某些角度来看 好像有这个 有这种现象 讲得通 这个意思 那先讲一个观念 就是说现在两岸的问题 老共讲一套 美国讲一套 台湾有自己的看法 这三方面 因为两岸的关系 应该是中国嘛 或者中共跟台湾嘛 这是像合约嘛 甲方乙方嘛 跟美国没有关系 可是美国世界警察 世界超强 他喜欢东北西管的 他有这个实力 他要讲他的利益 所以照理说跟美国没关系 可是他来管世界强权及功力 所以就变成美国 中国或者中共 台湾三方面的事情嘛 可是三方面 好像各有立场 那一般人根本没有能力去分别 到底美国说的对 还是中国说的对 还是台湾说的对 也搞不清楚 因为有一大堆新闻 又有不同的讲法 我们讲一个观念 就是说到底 也不管是美国 中国台湾 或是任何一个国家 就是彼此相处啊 彼此做事啊 因为这个不同的国家 一定会有一些冲突难免 那要依据什么 当然依据法律嘛 法律就这样子嘛 像一个国家最高 就叫宪法嘛 可是宪法 它规定的很笼统嘛 不可能很详细 接下来就是法律嘛 那法律下来 有些法律没办法全部规定 就行政命令啊 行政院各部会的命令啊 再有一些什么解释令啊 各县市政府各有 它说法律叫位阶啊 那你说那是国内啊 那国际上涉及两个国家 三个国家 全世界很多国家 就是叫做国际法 国际法 当然国际法 国际公法啦 国际司法 那当然说什么叫 当然还有国内法 因为法律嘛 这以国际来讲 我们刚才说宪法 国内法 那国内法嘛 那这国跟国家之间 叫国际法 国际公法 国际司法 那什么叫国际法 司法我们不管啊 那是私人啊 公司啊 这些民间的啊 当然有时候民间跟民间 有时候民间对政府等等 但是你说国际公法 这什么东西啊 条约嘛 公报嘛 这些啊 就是有白纸黑字 双方签字 都要分中文版 英文版 这个 中国人就拿中文版嘛 美国人拿美国版 但是上面会写啊 如果宿主法律 要国际法律等等 要以哪一个版本 唯一归 那有的时候没办法 那就是 那两个都算吧 那就是 就会有争议 所以这个 法律 也白纸黑字 而且双方 双方要是政府签嘛 领导人签嘛 这些啊 我至少是外交部长签嘛 就能够代表政府的 但是你说 那个法律是最高指导原则啦 法嘛 法律嘛 大家遵守嘛 但是你说 那另外说政府啊 有时候开记者会啊 宣誓啊 讲什么话 那叫政策 那叫谈话 他不能违反法律 也不能违反国内法 也不能违反国际法 而且他没有位阶 他只是一个执政的一个宣誓 法律 你后面的 比如说 美国大选啊 中共什么19大 20大 21大 你政权轮替 你要承认前面前的 你不能说 哦 我换总统 我就不行 他有一个 有一个法律的一个连续性 然后你 你政策 所以你 新的总统 你不能 推翻前面总统 或前面几个总统 签的 国际法 那你当然更不能违反法律 那你自己说 你有什么政策 可以 你可以说 我政策当然不能违反法律 国际法 国际法 国内法 但是下一个总统 我可以说 我政策变了 可以 所以政策 讲话 这些 可以变 法律 要维持住 这基本观念 我们来看 我写了 如果中共 真的要以武力 解放台湾 这是打错了 是武力犯台 或者解放台湾 美国应该是站在台湾的这一边 绝不可能帮助中共 这个谁一百个里面 百分之百同意 可是呢 如果中共认为 武力犯台是美国造成 当然这个话有点夸张了 我先讲起来 就是跟你美国有关系了 是美国你同意 你不反对 或者无法反对 如果 我说如果中共这样认为 美国倒是 我不可能嘛 台湾也觉得不可能嘛 日本啊韩国也觉得不可能嘛 可中共如果认为呢 所以我们有时候 人与人沟通 国家与国家沟通 有时候 常常就说 我就是这样看法 你跟我看法不一样 你错 我不承认 那可是 这不是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就是说 我有我的看法 你有你的看法 是不一样冲突了 可是我听听你的看法嘛 又搞不好是我错啊 又搞不好是你对啊 或者你有一部分对啊 听听嘛 你说我就不听 反正你跟我不一样 就是你错啊 那就无法沟通 就会产生争议 那你听一听 就好一点 那听的时候 你说哎呀 你胡说八道 那你就觉得胡说八道 或者是去辩驳他嘛 如果你一听 哎不对啊 好像对我讲的 也是有道理的话 那你就要去应变嘛 所以我们是 基本上是这样子比较好 所以中共 当然很多人 很多国家讨厌中共啊 可是中共 是不是讲一百件事 一百都错啊 不一定啊 搞不好讲一百件事情 有二三十件对的啊 那说美国会不会讲一百件事 全部对啊 搞不好有十件二十件错的啊 台湾任何国家都一样 不一定 就是 你不要说好人一定不能做坏事 不一定 好人也会做错事 而坏人有时候会不会做好事 因为搞不好他会做好事啊 就我们说 我们叫客观啊 看事实啊 去思考 兼听则明嘛 多年以来啊 台海关系的三个主角 叫中国共产就是中国嘛 因为他是 统治中国嘛 中国共产党反正就是中国啦 美国嘛 不管谁当总统嘛 台湾也不管 正式名称叫中华民国嘛 可是这个没什么邦交嘛 一大堆不承认啊 差不多啊 就是叫台湾比较 大家习惯叫啦 正式名称应该叫中华民国 跟中华民国很多人都不承认 所以这个还不还不 不管啦 就简单一样的台湾啦 这三方面 三个主角嘛 那你说日本啊 韩国啊 苏啊 那是其次嘛 那联合国根本没什么权利嘛 不是没什么权利啊 他这是 这是 他的问题太多了 管不了那么多事啊 而且 旷日费息啊 也内部不团结啊 又动不动跟你弄个土决票 没什么用 所以 这个好像啊 这三方面啊 对台湾的主权啊 以及武力犯台啊 这些核心的议题 最重要的议题 生死存亡的议题啊 各说各话 哦 美国一讲哦 就 A的讲法 一种 中国呢 一讲又是B的讲法 台湾一讲哦 可能比较偏美国啊 但是各说各话 各有立场 可是问题 是 表达了立场 可是问题是彼此冲突啊 解决不了问题 没有共识啊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解决不了 让很多人物理看花斑啊 张爱尔金刚 摸不到头脑 为什么美国讲的是A啊 中共讲的是B啊 台湾又是C啊 甚至日本韩国啊 苏俄罗斯啊 联合国又有别的 他说怎么那么复杂 但是聪明的人啊 有见识 有知识的人啊 会化繁为简 一般人啊 脑袋简单 就是会化繁为繁 所以 有知识的人就说 你看起来很复杂 但是他 那个脉络 稍微理一理 就简单化 那那个知识不够 脑筋不好 就是这个事情啊 本来也没那么复杂 就是他都不懂啊 有想很多 他们越搞越复杂 所以我们叫大道自解自义啊 有没有可能由政府接纳 签订的白纸黑字外交文件 因为签订了嘛 签订就是像我们 这个什么 我跟你签约啊 或两个公司签约啊 就是白纸黑字签了 到时候有正义上法院 法院到时候 我也 你随便讲啊 两兆都讲 但我最好看你的合约啊 你讲一讲 我随便你听听 但最后就是要以合约啊 合约啊 为准 所以白纸黑字签了 它就是一种合约嘛 然后在 也就是一种国际法嘛 显示啊 有没有可能啊 中 这由政府间的啊 就中美 这边应该 夹一个是由中美啊 但我们现在台湾已经不算了 以前 以前早期说中美 是我们自己说的是台湾 终止台湾 现在当然没办法了 中美台啊 就是中国 或中国政府 或者共产党啊 跟美国 不管谁叫总统 签订的啊 正式签约的啊 不管是总统签字 还是外交部长签字嘛 这是正式法律文件嘛 双方签名啊 以前还要画鸭嘛 有时候没带印章 个人还要盖个手艺嘛 就表示我承认了嘛 有争议就是以这个为准嘛 不然的话 那你没有签这个 到时候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就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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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依据嘛 所以就打合同 合同就这样过来嘛 合约嘛 那合约政府跟政府叫条约嘛 显示美国是中共武力犯态的帮凶啊 有没有可能呢 看起来绝对不可能嘛 但是不可能的话 这一集就不要讲了 有可能 所以我一贯立场就是 我把事实讲出来 那我有我的观点 你有你的观点 所以事实就一个 你不能说这个事实有两个三个 你有你的事实 我有我的事实 那就不用谈了 所以真正的事实就一点 就是就一个 就是怎么发生就怎么回事 就是这个事实 但是你怎么去看 那就一百个人可能八十种看法 那是另外一回事 就主客观嘛 事实是客观的嘛 那个人的观点是主观的嘛 让我们看看历史文件 然后再从 先看文件嘛 因为这法律嘛 国际法嘛 大家要遵守的嘛 国际法就白纸黑字就是一种嘛 你不能说 你的对这法律 你有你的版本 我的法律就是一个版本嘛 就是双方签约啦 交换交换合约 就一个嘛 这文字顶多分中文英文版而已 但是就是就是一个东西嘛 你不能说 我有另外一个这个版本的什么什么台湾关系 把中美计较公报 那不可能嘛 先看一看历史文件啊 这从正式甚至一般的逻辑 我们一般人就是用一般逻辑也推得出来啦 我们来推一下一些现象 到目前为止啊 美国中共对台湾的看法 最重要的 政治外交法律 它当然是属于法律啊 但是它有政治的意义啊 外交的意义啊 应该属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因为是中美三方签的嘛 有代表嘛 当然不可能总统跑去签嘛 这我也搞不清楚啦 到底是最后总统要签名 还是外交部长还是谁 反正可以代表双方政府能签嘛 而且你签了以后两报同意嘛 法律不管国内法国际法啊或什么东西 那个法律不管好与不好啊 你喜不喜欢啊 只要它通过了签字啦 或者国会发布就是法律 大家就专手 那到最后有法院来 那个根据这个法律 那法律只要 没有废纸 或者没有修改之前 它就算数啊 你喜不喜欢不重要啊 这个法律就这样子 这个不认人的啊 这个甜蜜无情的啊 我就是就照法律条文 你说到不好 可是我现在就通过了 你觉得不好 那你就找立法委员嘛 或双方政府从签嘛 修改文字嘛 所以说我们叫恶法 也是法律啊 因为这是中共跟美国政府啊 而且不论政权转换的时候 有没有换总统啊 换总书记 换国家主席啊 都要承认的 所以你不能说我换总统 我就不承认 那不行啊 因为它是代表美国政府 它不是 比如说柯林顿 我不是柯林顿跟你签 我是美国政府啊 而在美国政府 为什么柯林顿政府 不管你 柯林顿签 或者是 或者欧巴马 或者是川普 我是代表美国政府啊 所以我不是代表总统跟你签啊 不是代表外交部长啊 不是代表外交部啊 国务院啊 我是代表美国政府给你签啊 代表政府啊 所以你上面换 换总书记 换什么 你要遵守啊 因为他是代表中国 中国政府 代表美国政府 而不是代表 马习近平啊 这个这个这个 江振民啊 胡亚 不是啊 这是一个基本观念 先看看啊 1972年2月28号 由中美双方共同签订的上海公报 上海公报 因为当年啊 中美要建交嘛 建交的法律文件嘛 要白纸黑纸讲清楚 我们双方要遵守什么 所以他有三个公报 先后时间签啊 第一个是 这个时间签了上海公报 在上海签叫 叫上海公报 那其中有一个重点啊 当然他有很多条文啊 这也不需要全部写出来 我投婚你也投婚了 我们讲重点 其中一个重点就是 美方认识到 英文叫acknowledge 认知啊 就是我知道啊 我这样子认为 这个意思 当然这个有时候 法律有很多咬文决志啊 他有轻重的意思啊 有的是 有的是 譬如说 美方承认 美方认识 美方认知 美方了解 当然你说 我同意 是 这个是最强烈的字 我就同意嘛 你说我 我认识到 认识到我不一定同意哦 我了解 我只知道 但我也不同意啊 但是不管什么讲嘛 就我知道了 那知道了 也有隐含 就是说 呃 我们再看 先看条文了 有时候认识到 就是说 我不反对 因为你要反对 你要马上讲 那你说认识 所以认识不是同意啊 没有那么强 那我知道了 我认识到了 我了解到了 我知道这件事情 认识到 但你说认识到 你如果反对 你这样子讲嘛 那你 我知道了 我又不反对 是吧 所以我们有时候 主管啊 在签 在那个核公文的时候 下面的公务员啊 不管是 科员啊 科长啊 签上去 然后那个主管 就说 吸 就我知道了 可他没有反对啊 吸就知道 你可以去做哦 如果说 同意 或者可 那是表示 我很赞成 你做 就绝对没问题 那吸的 有点隐含 吸就是我知道了 但我们有反对哦 就你可以去做啊 但是做不好 我们再说吧 所以他有 每一个字 有措辞的强力啊 他有程度上的不同 但美方认识到 acknowledge 当然他也可以 谢谢啊 打招呼 这很多意思啊 但你这边不能说 谢谢打招呼 这个也是认识的啊 海峡两岸所有的中国人 都坚持 一个中国啊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啊 这句话就 就重要了啊 并对这一场 不提出意义 所以这次当然 咬文句矫正 not to challenge 就是说 我知道啊 就是说 海峡两岸所有中国人啊 都坚持 一个中国 当然这个 这个写的也不对啦 那个海峡两岸所有中国人 第一个 那台湾同意吗 那台湾可能未必同意啊 那你为什么说 两岸 两岸 海峡两岸 那中国人 那台湾说我台湾人 然后不中国人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写的是有 那你如果说 就算两边都同意啊 你也只能说 两岸所有的民众 人民 你不是中国人 台湾说我不是很中国人 而且都坚持 也不对啊 那有人说我不坚持啊 所以应该讲 很像两岸这个 所有的民众 或者人民 比如说多数 或者说主流意见 那这个有点好像 也不是法律的讲法 但是这些是有问题的 当然他也可以说 这是我跟你中国签的啊 跟台湾没关系啊 台湾没话讲啊 那你也可以这样说啦 说 就是说 台湾是 重点是台湾中国的一部分 哦 那台湾属于中国咯 并且对这个立场 不提出意义 Not to change 你看第一个 我知道啦 你知道不代表同意吗 但是又来了 他也没有说不同意 他只是说我不提出意义 他也不是说我不反对 就是说 我不当challenge挑战 我不会挑战你 那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我知道啦 我也 我也不提出意义 我也不会挑战你 那就是 某种程度就是同意了嘛 是不是啊 不管文字怎么解决嘛 因为你要是有意见 你就提出来嘛 那你说 就像开会说 大家有没有反对意见 大家都没有提 事后 开完会以后 比如说我反对 那会主席说 开会 我们就说这个东西 要不要通过啊 结果后来通过了 当初我也有没有意义啊 你又不讲话 就开完会啦 然后签字啦 有会议记录 那然后事后 你又说我反对 我开一顿啦 你怎么要 你要提出意义 开会讲嘛 或者签约的时候讲嘛 你事后讲算啥子东西啊 而且不提出意义 他重申啊 他对由中国人啊 自己和平解决 台湾问题的关心 问关心 但是关心 代不代表 我有权力关心啊 这有疑问啊 并随着地区 紧张局势的缓和啊 但如果没有缓和呢 更紧绷了 怎么办 所以这个是 以我来看 都有很多问题啊 但是不管了 这个也是一大堆专家 学者专家啦 政府官员写出来 它已经是最好的版本了 但最后他们认为写的最好的版本 是不是事实上最好 那不一定啊 那就是美根啊 有人见解高 有人见解中等 有人见解低等啊 以我来看这里面一大堆问题啊 将逐步减少啊 驻台美军啊 设施啊 武装 这这样讲得通啊 就是如果紧张局势缓和 我就减少 但是另外没有讲 那如果地区紧张局势呢 如果没有缓和呢 而是客家紧绷呢 那我是不是要增加 美有写啊 法律就有写就有写 美写就不能就不算数啊 所以重点就是 一个中国 重点 正中之后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先记住这个啊 台湾中国的一部分啊 再看1979年1月1号 生效中美金交公报 这是第二公报 全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美利坚合中国 当然这又臭又长 关于建立外交公报 关系的联合公报 我们讲重点啊 其中一个重点是 美国在该公报中首次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啦 当然啦 对台湾交代 但是我还要跟台湾 飞光 就两个条件 第一个 我上跟你 美国跟中国 中共建交啊 应该说跟中国啦 但是我还要跟台湾往来 但是 第二个 就是非官方 因为没有嘛 要断交嘛 当时 你跟美国跟中国建交 就跟台湾断交嘛 或中华 美国断交啊 这个 所以 第一个公报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同意啊 就是双方签啊 第二个 第二个公报啊 一个中国嘛 台湾中国的一部分嘛 那中国谁啊 不是台湾政府啊 不是中华民国政府啊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那谁统治呢 谁是执政党 永远的共产党嘛 第三个倒无所谓啦 第三个公报 817 1982年本 就是重点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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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不精确啊 准备 那什么叫准备 准备多久啊 这都不精确啊 但是他也没办法 只能这样写嘛 因为他没办法写清楚 逐步 又叫什么叫逐步啊 而是一大步啊 一小步啊 所以法律有些东西 他有时候也是 一方面是没办法讲清楚 一方面他也不想讲清楚 保持一个空间啊 减少他对台湾的武器出售 那除了以上三个公报啊 另外一个重要的法律 就三公报加一个美国国内法 你说有台湾关系吧 可是跟台湾无关 不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或台湾或中华民国在台湾 不是 我美国自己有定啊 也不要经过你同意啊 当然讲是一定要讲 私底下 这什么外交官啊 是不是 你知道你台湾总统一定要知道 这没问题 可是 是美国国会通过 国会通过 他也不会说 我请台湾的外交部长啊 总统啊 来国会啊 作证啊 不会 因为国内法嘛 重点就是 表明美国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之举 这个行动啊 这个措施啊 这个做法 这基于台湾的前途 这样一个和平方式来 决定这期望 前面也没有说要打不要打嘛 这台湾中国的一部分嘛 这个这个美国不提出意义嘛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 但是也没有讲要打不打 无力法 没讲嘛 这个也不需要讲嘛 可是怕你打嘛 所以美国在国内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就是希望和平 那可以嘛 和平嘛 但是这个和平 你希望这个和平 那老共不希望和平 那怎么办 可是问题这个国内法 跟台湾无关了 跟中共也没关系啊 但是 但是我们参考一下 知道有这么一个国内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 有这样讲 希望和平 重点就是和平方式 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前途之举 包括使用经济制裁 不只是武力判斩啊 包括经济体制啊 禁运都被认为 都被视为 都被视为西太平洋地区 和平及安定的威胁 而为美国 所严重关系 又搞迷糊章 什么叫严重关系啊 我出兵啊 买武器啊 还是 跟你 中国 中共啊 断交啊 还怎么样 没写 把这个猛 就严重关系 我非常关切 但是关切我可以有行动 也可以不行动 我只关切我不行动 我也可以关切有行动 最重要是出兵嘛 有武力干涉嘛 或者外交嘛 或者是经济封锁嘛 但是都不行 就保持非常大的弹性 提供防御性武器给台湾 台湾人民 这个 台湾政府吧 你武器不会给人民吧 你说武器是要保护台湾 你可以提供防御性武器 给台湾政府吧 或者给台湾军方吧 你武器飞机啊 你不会给人民吧 人民怎么给啊 所以这个都是有问题的 他不管了 反正抓个大意 好了 了解三个公报 跟这个一个台湾关系吧 这就是主要的 主要的这个法律 或者是国内法 或者是国际法 签约的国际法 好了 了解以后 我们来说 上层帮凶 以上都是事实嘛 这边就是 就开始做延伸了 那中共啊 一直早期是讲 不排除以武力解放台湾 我不排除哦 就是我可能打你 可能不打你 那到底打不打 我没有讲啊 我说我不排除啊 那什么意思 我想打你就打你了 我不想打你就不打你了 那你说到底什么是想打的 我不讲 因为搞不好我自己也不清楚 也不清楚 我现在实力不够 我就不想打 我实力够我也不一定打 怕美国来干涉 那也可能我实力够了 我就打了 我也不管美国 那所以不排除嘛 这是很笼统的讲法 但是我保留 我们讲保留法律追溯权嘛 那后来讲嘛 绝不承诺 我绝对不答应 我绝对不承论放弃 无力 那不承诺放弃 就是我可能要打嘛 至于什么时候打 关你屁事啊 是我的事情啊 我决定要打就打了 我决定不打就不打了 你去猜嘛 猜谜嘛 但是保留法律追溯权啊 我保 我就是 我可能会打哦 但是什么时候打 怎么打 这个是我的事情啊 我也不会告诉你 你也不需要知道 搞不好我自己也不清楚 中共这样讲法 它的这个政治 外交法律 因为你这样讲嘛 那人家会说 你为什么保留法律追溯权 你有什么权利啊 你为什么不说不排除 你凭什么说 你有可能 不排除就是我可能犯台嘛 无力解放弹 你凭什么讲 这个又显出了 解放弹 所以有时候是 没看到就错了就错了 那你当我 没学我 没学了也可以啊 有时候没看到 那你有什么基础啊 有什么政治 外交 法律 尤其是法律 有什么技术 你凭什么 中共你凭啥东西 讲这个话 对不对 那要是 要是德国说 我不排除 武力解放 印度 譬如说这个法国说 我绝不承诺放弃石油武力 对抗这个 土耳其 你要说你凭什么东西啊 那就是 就侵略嘛 你这样有一个 我们说 你做这个事情 都有一个 一个理由嘛 而且这个理由 要合乎情理法嘛 尤其最重要 要合乎法律嘛 因为情有理 你有你的情 你有你的理由 我有我的起活力 所以大家意见不同 就是因为法律来解决 法律就是固定的嘛 而法律就是 要么你没有签合约 就会把合约为基础嘛 如果没有签约 我们就照国内 或者国际的法律 规定嘛 就这样子嘛 那才有一个标准嘛 那中共为什么讲这个话啊 它有什么基础啊 还是胡说八道 它有基础 你可以说 中共很坏 我不喜欢你 可以 可是我第一个 我要听你讲话 第二个 你讲的话 怎么有没有内容 到底是放屁啊 好像有点道理 你要去判断啊 而且你自己知识不够 你要找专家 找这个 找这个外交官啊 找律师啊 找什么人啊 政治家 大家开会嘛 延商 到底人家讲的什么道理 老公的理由啊 我大概是这样子啦 到目前为止 当然中共说 这是我 这是我 胡说八道 那不管 这是我认为啦 到目前为止 海峡里啊 人处于内战状态 我们还是交战状态 交战状态就曾经打过啊 823跑战古林投啊 甚至更早的中国大陆啊 两次国攻战 只是我中间没有打了 我休息啊 篮球棒球比赛 也会换场啊 中场休息一下 叫暂停啊 那但是你不能说叫暂停以后 中场休息 接下来就不打 就结束了 没有嘛 我只是休息啊 没打啊 我现在不想打啊 我累了啊 还是说 台湾现在也蛮乖啊 我不想打啊 但是并不代表 不能再打啊 我认为内战状态嘛 当初那个 八尔山炮战的时候 但是 所以后来 为什么什么 1995论8月啊 什么什么什么 逝射飞 你说 怎么老公又一直要犯台啊 虽然不是打台湾本土啊 你那么逝射飞 飞弹不管实心弹空心弹 什么什么弹 那老公就说 还是内战状态啊 我休息够啊 我现在没有打你啊 没打你本脑 我只是放几个飞弹 因为还在内战状态 所以我不违法 你可以同意 也可以不同意 但是你要听他讲嘛 然后再来判断 哦 他说 那你要去判断了 到底是 有没有道理啊 那看起来也是有道理 前面真的 从中国大陆打 两次内战 打到台湾来 古临头八二三 确实要在打啊 那后来就是 就是单打算不打 然后最后就 就是不打了 也不是不打了 就是说 我不在炮红金门啊 不在炮红金门 中国也没说 两岸内战停止了 结束了 也没有啊 休息中场休息嘛 第二个 世界上就是只有一个中国嘛 然后那一个中国又怎么样 那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 美国同意的啊 但美国不同意 未必同意 现在还处于内战状态 可是 就某些方面的事实啊 啊 那你说 当初八二三 什么国共争战 美国都介入的啊 美国解决不了啊 只中场休息 美国很高兴 好啊 上面不要打了 休息休息 那像老公说 我休息够了 我现在要玩你一下 那怎么办 我延伸啊 我中场休息啊 美国可以不承认啊 可是那 那也是某些方面的事实啊 那实际上只有一个中国 没有错美国 美国有同意啊 那就一个中国啊 可是 中国就是两个啊 大陆啊 台湾啊 那怎么办 可是 美国也同意啊 金教育 就一个中国 反正接下 哦 一个中国 所以 民导才说 那我独立了 我独立就不是一个中国了 美国就反对了 中共 美国就说 中共就说 你只要宣布台湾独立 那就不是一个中国 我打你 出币 一定打 那美国也不敢啊 美国说 哦 你要独立的话 中共打你的话 你偏偏改 改变台湾现状 那我也不帮你了 那活该 所以 所以民导也没中 也不敢 就是民导就在业的时候 哦 我要独立 一当中说 哦 不讲 哦 不讲 不讲 我什么都不知道 结果卸认了 哦 我要独立了 这是啥子东西啊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哎呦 那中国 那就中国大陆 一定是中国 没问题嘛 那台湾算不算中国 算 中国的一部分 哎呀 那台湾也是中国啊 所以 有时候台湾说 我就台湾了啦 我跟中国什么关系 可是 美国跟中共 就说 台湾是中国啊 所以 你台湾不关心 可是 美国老美啊 跟中共签的公报 就说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你就中国 所以美国人说 台湾就中国 哦 你说美国人怎么这样子 签约了嘛 美国跟中国签约 白紫黑紫啊 美国任何总统 不能反对啦 让中国更高兴 你本来就是我啦 那台湾说 我不是你的 可是美国 说是中国的 中国也说中国啊 两个都同意啊 那台湾说 我不同意 那就比拳头大了 美国承认 中国是唯一代表 中国的合法 中共啊 第一个 美国未必同意 但是中共说 我们还在作战中 台湾中 所以我打你 没什么稀奇的 第二个 事实上只有一个中国 但是 台湾是属于中国的 哦 所以中国就包括 中国大陆跟台湾啊 就简单讲这样子 然后这个中国谁代表啊 是不台湾还是中共 中共 中共 不台湾 好了 这美国同意的啊 三个公报 尤其前面两个签啊 后面不管谁 都要承认啊 哎呦 那就问题大条啦 所以像台湾说 哦 事实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说 跟我没关系 你一个中国就一个中国吧 两岸 处于内地的状态 台湾就说 我不承认 哦 可是 那怎么办啊 然后 之前就有打 那 台湾中国一部分 台湾说我不承认 可是美国承认 中共承认啊 那你说美国承认 就代表很多国家承认嘛 因为美国大啊 美国承认代表英国承认嘛 英国承认搞不好 就法国跟他承认 就主流嘛 所以事实上 国际上就是 普遍上台湾中国的一部分 哦 那 台湾又中国一部分 而中国又一个 那谁代表 不是台湾 不是国民党 不是民党 是中共 这问题就大条了 所以根据以上 三个公报 台湾关系法 还有我这篇推论 所以中共说 为什么武力解放台湾 因为这四个理由 所以我们最后假设一下 如果中共啊 一句以上 大家讲了一大堆啊 提出以下的说法 如果根据三个公报吗 根据台湾关系法吗 还有讲推论过来的吗 然后如果老共进一步的说 提出以下的说法 美国会不会反对 能不能反对 因为美国可以同意中共 可以不同意中共 你中共现在领导讲什么话 我可以同意啊 我可以不同意啊 但是你如果中共根据的是 国际法 根据的是中美签订的法律 那你美国 除非你说 你讲的跟法律内容 尽量公报不合乎 那我可以反对你 可是人家讲的如果没有违反了 那美国也不能反对 因为我跟你签嘛 我当然不是现在的总统啊 不是现在拜登啊 也不是上一阵帆普 也不走啊 是更早嘛 那你不能说前面签的不算 那谁跟你签 我跟你签你下台就换了 就不算了 那我要签几次啊 所以不能啊 不能推翻 所以就是说 如果中共 我们就说中共如果提出以下的说法 如果符合尽量公报 符合双方签的 那美国总统不能反对啊 如果说 中共讲的是胡说八道 那美国说 女生跟你讲讲我不听 或者说你讲的跟公报 国际法我们签的不符合 那我也给不听 那我们看合不合乎 我们大家可以判断一下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这些东西 再进一步 这边是比较口语化 就是一般人可能对政治比较陌生 讲了半年还是搞不清楚 我们就拿一些比较平实的 一般老百姓 我们讲庶民语言 比较听得懂 如果老公说 台湾是我的 那台湾人不告诉你 台湾怎么是你的 因为美国人也讲 我中共当然更是讲 因为美国人也同意 你美国爸爸也同意 美国爸爸同意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美国的好朋友 英国 法国 欧盟 甚至联合国有很大的影响力 国际主流上也同意 台湾是我的 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没有错吧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而我是唯一代表中国合法政府 那你当然是我的 这个逻辑没有问题吧 这一般够庶民语言 中国就一个嘛 是国际上认可的嘛 美国也同意嘛 但是也同意 第二个也同意 台湾中国的一部分 那你就是我的 因为为什么 我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 是吧 比如说 举个更庶民的例子 我这边有一个大楼 或有一个豪宅 有一个四合院 四合院呢 可是中间呢 比如说有一个房间 或者一部分给个亲戚住 或者给朋友住 他也住了一段时间了 暂地为王了 他就习惯住那边 然后他跟你说 这是我的房子 那你是屋主啊 我这个四合院 可能有十五个房间啊 其中一个房间给你住啊 因为你是我好朋友啊 我同学啊 我的亲戚啊 给你住 然后你下车是你的 那他就可以说 你是我的啊 因为你是我这个四合院的一部分啊 这整个建筑是一个产权啊 一个权状啊 怎么可以分割呢 你是我的 因为我是 权状上是我的名字啊 这个乡公所啊 县政府都承认啊 是我呢 你怎么可以说你呢 这是一半嘛 要么就拿出权状嘛 权状是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 因为县公所 就美国啊 国际上都承认 是我的名字嘛 因为我代表唯一合法政府 那答案是 四合院是我的嘛 那中国就是我的啊 你是我的一部分啊 这国际上都承认 你看起来 因为这以建交公报 以三个公报 甚至台湾关系法嘛 没有错啊 他讲这个话也没有 没有违反国际法 第三个 台湾是我说我要拿回来嘛 那你跟亲戚说 我让你住十年啊 可是不好意思啊 我小孩长大了 不够用 不好意思啊 我免费啊 或者付房租啊 我现在拿回来了 合理啊 权状是我的名字啊 是我的产权啊 我给你住是我的情意啊 或者收房租不收房租 那我现在家里不够用啊 我要拿回来 那你说对啊 我不搬 打官司啊 那打官司一定赢嘛 屋主一定赢嘛 因为名字就是你的嘛 这个道理一样嘛 大家国际上承认 一个中国嘛 就是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嘛 那既有我的一部分 那我不能拿回来啊 那那搬是什么叫 是中国一部分 中国一部分 那你凭什么拿回来 因为我是唯一代表中国 我唯一代表 权状是我的啊 上面名字是我的啊 是我现在拿回来 美国的权状也同意啊 那我现在拿回来 为什么不行啊 那至于怎么拿回来 是用好好讲 还是威逼利诱 还是我打官司 还是用武力嘛 找几个流氓 找几个家人恐无忧 儿子啊 那个我那个老朋友啊 亲戚啊 不肯白啊 兄弟们啊 儿子嘛 上来啊 我们拿棍帮啊 把他赶出去 或者好好讲 沟通 或者开一个什么什么说 亲中族代表大会 大家来批你 都可以嘛 但是我有钱拿回来嘛 那怎么拿回来 是另外一回事嘛 那我怎么把台湾 那我的家务师啊 一个中国啊 我代表啊 这我的家务师啊 我也可以法律官司啊 我也可以好说歹说啊 我也可以寄纯真心涵啊 我也可以找黑刀啊 我也可以找 找什么 这是我的事情吗 这是我家务师嘛 那邻居说我也来管一下 你欢迎邻居来管 那是你的事 那你也可以说 邻居啊 不好意思啊 谢谢你管 这是我家务师啊 麻烦你不要介入啊 我自己解决 那邻居有某某逼就走了 因为权权就是你的啊 那就是邻居说 那你不知道我管 那我只能不管 那哪有个理说 哦这是你的权权 你的家 我非要管嘛 不管我要管 你要说 你管太多了吧 所以中共我这边都是中共啊 我中共把他们拿回事 我家务师啊 因为前面逻辑关系都很清楚啊 那台湾中国的一部分啊 那我的一部分我不能拿 如果我车子借你 我不能拿回来 我房子租给你 我不能收败 当然要打契约啦 时间到了我不能拿回来 或者没有订契约 或者我房子借你住 我没有打契约啊 而且我的房子 我现在不想要你住 合理啊 我拿回来 我车子借给你 拿回来 我房子借给你 然后我借钱给你 我现在拿回来 这合金合理嘛 然后我的家务师啊 是内政嘛 就我自己的事情嘛 因为你美国都承认 一个中国 我是唯一代表中国 那就是我的内政啊 那你跟我签约啊 那你干嘛干涉 对吧 你是邻居啊 你是很强有力邻居啊 可是这是我内政啊 这是我家务师啊 你这样讲一下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吧 然后你美国希望啊 两岸和平解决 OK啊 你美国表达希望 多次表达和平解决两岸和平 那是你美国的主观期望啊 很好啊 这个邻居也可以说 我希望你家和万事兴啊 或者我希望你这个希望 你说谢谢啊 谢谢邻居关系 可是这是我的事情啊 你希望我们家 怎么认你的事情啊 我听到了 可是你没有权利在管啊 我只听到啊 你可以表达 可是你无权了 这是我家 我怎么管教小孩 邻居说 你小孩你应该好好拿念书 或者你小孩 你不要强迫他念书 他喜欢修车 喜欢当厨师 邻居可以讲一大堆 可是爸爸说 谢谢你 可是我就喜欢他读书啊 或者我就希望他当厨师啊 那我知道父母啊 那我要怎么管书我自己啊 你表达一下就可以啊 但是我要不要听你的是我的事情啊 我不想听你就不听啊 那怎么办 而邻居那么说不行 因为我自己邻居说 你一定要听我 怎么管小孩 一定要听我的 哇那别的邻居说 哇你管太多了啦 但是你美国主观其望 但因为啊 是我的家务事 所以你美国不管是希望两岸要和平啊 要战争啊 还是要卖台啦 还是说要怎么样 不管 那是你美国的想法啊 我听到吗 可是对我没有居住力啊 因为前面脉络都很清楚啊 这我的事情啊 你美国也承认的啊 你怎么承认 啊这一个中国啊 我是唯一代表中国政府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但是 呃 双方要怎么弄 美国要决定 那那前面不是签的都假的 那你美国为了两岸和平啊 所以提供台湾武器 OK啊 那你就提供啊 那我也没办法 然后你说逐年减少 也可以啊 或逐年增加 不管 你说你要卖给台湾武器 那我也没办法 我中国 我中国也管不了 你就卖啊 或者你要逐年增加减少的这些事情 但是啊 不管你要不要卖武器给台湾 我中国管不了 但是要不要打台湾嘛 要不要打 能不能打 能不能打这小孩 或者杀敌一千吃上罢了 那我的事情啊 要不要打是我 中国的事情 这是我把房子收回来 台湾中国的一部分 我现在收回来 至于 我是不是 要不要用武力打 武力有没有权力 打不打下来 搞不好人家嘛 也是有保镖什么的 不知道 这我的事情嘛 跟你没有关系啊 你已经提供武器给他啊 提供刀枪棍棒给他 那我可能怕我就不打 或者我像军力也强 我也想打 但是打不打下来 这跟你没关系嘛 是我中国或中共加务事嘛 不让你美国费心或担心吗 不需要嘛 这我的事情嘛 所以啊 在中共的思路 他的想法啊 你可以赞成不赞成 但是 中共也可以有他的想法嘛 美国也有他的想法嘛 你的同事你跟他处不好 但是你同事有什么想法 你也不能干涉嘛 但是你可以同意不同意 或不理他嘛 但是当时了解一下最好嘛 所以在中共的思路当中啊 自然会产生以下的主张结论 或推论 不是结论 推论啊 那也可以是结论啊 中共或中共政府啊 这个唯一代表 中国的合法政府 拿回 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台湾 那并不违反三个警告公报的规定啊 好像应该是吧 应该是不违反啊 因为这些前面都讲过了 那当然也就是你美国无权干涉 这我家务事啊 或者你美国就是干涉中国内政 那你说 那我台湾干涉美国内政 指手 指手划脚的 俗俄 对美国内政指手划脚的 甚至英国啦 或者非洲 或者日本韩国 美国都关你屁事啊 这我家务事啊 那你美国 人家管你美国的事情 你不高兴 那你管人家的事情 人家会高兴啊 那三个公报都讲清楚了 这我家务事啊 你美国你可以讲话 可以表达你主观意见 可以 可是你没有权干涉嘛 因为房地产地契 名字是我的嘛 你如果真的管过头了 你就是干涉我啦 干涉我 那就大家就不协调了 那不协调怎么解决再说了 反正就有问题了 关系就搞坏了 有的就吵架 严重就打架 打架这也就是死人了 所以从某个特定观点来看 中共如果一旦武力犯财 因为它就是家务事嘛 是有其法律效率的 从以上脉络 所以前面为什么讲 三个公报谈关系法等等 这是客观的事实嘛 而且美国签字的嘛 有其法律效率 也是美国难以否定的 所以啊 就是根据以上 拉里拉子 找七杂八讲啊 所以 就是从法律文件啊 国际法这些 从某个特定观点 我不敢说一定全部啦 就从某个特定就法律啊 就我们这一集讲的脉络 来看 中共如果一旦武力犯财 美国算不算帮凶 因为你都承认是人 房子是你的啊 那你现在房子有一部分 要从基因里面收回来 那是 你不反对你同意的啊 因为你说房子是我的啊 那你说房子是我的 我很高兴 那我现在把房子一部分收回来 认你不能反对吧 不然的话你就是 出了反啊 讲话不算话 那以这个观点来讲 你算不算帮凶吗 因为美国从来没有 前三个尖叫公报 从来没有讲的 前面讲的啊 啊 只有一个中国啊 是 台湾中国一部分啊 这个 中共是唯一代表 你没讲这些话的话 你就不是帮凶啊 你都讲了啊 那我现在收回来 收回来 如果房客啊 乖乖的我就收回来 如果不乖我就告他嘛 但是你说 你告他 这样子不和谐 那不行啊 或者 可能法律也没办法解决啊 或者这个 这个 这个 那我只好骂动武啦 我找一些 有力量的什么的 找黑掉 那没办法 房子把他收回来 那你 好言相劝你也不搬 我打官司 官司搞八年 十年 那我小孩子都变老了 那我只好用武力把你赶走了 我把房子收回来了 那是你同意的啊 那某种设论你也算帮凶 当然话是这样子讲没错啦 这是有一些道理 当然国际上就是有 政治上有主权跟治权 这边讲的是主权 不是讲治权 这是主权治权官方就说 这房子是我的 四合院十五户是我的 我有主权 因为权状是我的嘛 我的权利 可是呢 治权是你在住啊 我给你住了几年 五年八年十年 那我又不会到你房间去看 因为我已经答应给你住了 所 可能钥匙啊 所谓没有 给你住啊 你就有那个 住房子的权利 那个叫治权 那 可是房子是我的 我有主权 可是治权是你的 因为你在住 那可是谁大 当然主权大 可是治权就像我们像 法拍屋嘛 法拍屋 那个法拍就是 权料上去银行嘛 可是银行他也没有啊 他要法拍出来 比如说我买了 那我买了 我花钱了 我标道就是我的 主权就是我的 可是治权 那边已经有人住了 因为那边房子已经荒废 所以一段时间 没人住啊 因为房子派物的时候 就是银行嘛 那银行也不会去管你嘛 对不对 银行只是我有 我有主权 银行 被人银行的名字 但是有人住 没有 说我也不管吗 这个是 我银行也没办法管那么多 但是我现在卖掉了 房子派物卖掉 换成我流氓 那是我的啊 我有主权了 可是人家已经住了 所以常常 法拍会很麻烦 你要是住一般 一般的普通人 他可能知道 摸摸鼻子 就说 好吧 我也白住了 若干世间啊 或者一年两年了 然后既然法拍会很麻烦 那我就搬走啊 那就散了 那有的不是啊 有的叫海江郎啊 有的叫什么东西 黑道 坐在那边说 可以啊 你要搬走 你给我一百万两百万 我就搬走 不然我就不搬 不然的话怎么来啊 银行也不太会管嘛 银行就说 我就是过付给你了 那至于说 里面什么人 那我银行管不了 我银行事情很多 我只管金融 我不管那个 那你可能要找管区啊 找警察 再上级一方面 那又很累啊 有的时候 他一看警察来 他走了 那警察走了 他又来了 或者说我人走 我很多东西没办 就很麻烦啊 所以有主权 有治权 台湾的问题就是说 以主权来看 好像是中国大陆了 可是治权有啊 台湾有政府啊 我有军队啊 我有外交啊 我什么都有啊 有治权 可是哪一个大呢 当然主权大嘛 就房地产嘛 就说你的权算是你的啊 是主权啊 可是有人在住啊 可是 那到底是 以谁住为准 还是以房地产 法律的契约为准 那当然是房地产为准嘛 对不对 那打官司的话 法院 他绝对不会说 哦因为你住三年就你 他不会嘛 法官一定会 权算是谁的名字啊 谁的名字就谁的嘛 那没有名字就不能住嘛 但是你现在住了一段事情啊 但是国际上比较复杂 就台湾就说 我就是我就是不搬 啊 而且我也不承认啊 房地产企业是你的不承认 可是这脉络看起来承认啊 美国承认啊 中国承认啊 国际上主流承认 但是当然更复杂就是说 美国就说 我承认主权啊 看起来是中国的啊 可是呢 我心里我喜欢台湾 我也不希望你搬 这就产生矛盾了 所以中共就不平啊 中共就不平啊 你就跟我签三个公报 说台湾是我的啊 可是表面上是这样签啊 法律上签啊 你私底下 你也说爱他 也不希望他搬 所以老共 你说你是老共 会不会高兴 不高兴 那说美国当然 到最后国际上是讲权力嘛 讲关系嘛 讲权力嘛 就是讲 所以美国喜欢讲interest 那问题是 美国又强啊 中共不太敢动他 那中共就不爽 所以造成这个很麻烦的事情 但是问题是 重点是 所以这几十年来 中共也没有武力犯台 因为他才没把握 要跑美国帮忙 但是中共这些 讲是讲和平崛起啦 其实应该是讲霸权崛起啦 哦 君士强 哦 实际第二大国了 我哪一天他就 我不管了 不管是要大内宣啊 还转移国内交点啊 还是他觉得真的有能力了 就换台了 那美国说 哦 你偏偏改变现状 我要保护台湾 那老公如果跟你说 那我们把三个公报拿出来谈一谈吧 我跟你讲道理啊 就前面讲这东西 你也承认了 你前面的总统签约了 我现在拿回 我的这一部分 是我家务事 用文的用武的 那是我自己的选择 你美国怎么讲 你为什么要赶索我家务事 那你就看美国怎么讲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说 什么事情都一定怎么样 因为牵涉到国际现实很复杂 牵涉到历史因素 牵涉到这个 这个 这个双方各方面 各方面的意愿啊等等 所以很复杂 不好办 可是如果单纯法律上来讲 就这一句讲了 所以我很讨厌中共 可是中共 如果有这些想法的话 以国际关系法 以建交公报的这些东西 好像 它有这个权利 确实假务事 但是说台湾不承认 我台湾可以不承认 我要保护台湾 可以 可是美国你跟人家签约了 那怎么办啊 所以我们这一集是讲一个观念 讲一个事实 但是事实归事实 会什么变 到底怎么做 不知道 天知道 我们只讲个道理 大家对看事情啊 不要一厢情愿 多了解一点 有时候多了解 美国的想法 是怎么样 它讲利益 讲国家安全 台湾呢 就是可怜惜惜嘛 要保护自己嘛 中共看起来恶霸 可是 根据今天公报 它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到最后怎么看 不知道 但是我们越了解多一点 就不会一厢情愿 这集讲到这里 所以我们 Ninja 看到了解